且不说叶谷女是不是我们林家的儿媳妇 就是我儿林海带一个普通的朋友到家里来 按照连城的代客之道 我也不能让她进了我林家的门 然后被你们衙门带走啊 是有些不妥 林伯伯 我们就是请叶小姐过来聊聊天 卢队长 到了我们家以后 你随时可以聊 我们分分钟都欢迎你 怕是怕林伯伯的一片好意 最终别引狼入室了 卢队长 在连城这个地界上 不管是下山湖还是过江龙 到了我们林家的门口都会绕着走 卢队长 难道我林某还怕一只狼吗 报告 县长 门口有人闹事 混蛋 这是县政府 不是菜市场 闹事就抓起来 造反啊你啊 这林爷跟卢队长还在这儿呢 没大没小的 来 林爷见谅啊 见谅 谁闹事啊 闹事的人是林家二少爷 什么 放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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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啊 没看见那是林家二少爷吗 把钱给我放下 爹 爹 我媳妇闯得慌 绝对不连累咱们林家 我来扛 雷海 你叫我一声君雅姐 听我一句劝 不连累林家 也别连累你自己 君雅姐 我哥为了新上人至今未婚 我也要为新上人同吃劳饭 你跟你哥能一样吗 不管你哥等的人是谁 他都不会让自己受伤害 可是我哥至今未婚啊 你想想 能不受伤害吗 阮队长 你说燕谷雨这身份吧 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出来 不如就让林爷给带走吧 阮队长 你不相信你林伯伯 林伯伯 有林阳在 我哪能信不过您啊 你不嫌弃的话 就住到我们家 你是林阳的同学 就当是同学在林家借宿 这样一来 你可以监视叶谷雨 你总该放心了吧 就什么定了 我作为连城的县长 贸然地做个决定啊 林爷 人 您带走 我林爷啊 鸾队长呢 确实是功务在身 还有难处 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写一个 担保的证明 我们就是走一流程 这件事不劳烦我爹 我来签 混账东西 林家轮不到你说话 林爷 你看 叶小姐 请吧 妹妹 好 昨晚睡得可好 还可以 鸾队长昨晚 没有睡好吧 一直担心着妹妹的身份 确认问题 睡得有点晚 我觉得 你少花些心思 在我身上 一定能睡得更好 好了好了 不提了 来来来 咱们姐妹俩照张相 也算 给这个小插曲留个纪念 来 看这里 三 二 一 小语 小语 林海 你伤好点了吗 怪了 见到你就不怎么疼了 你 咱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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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二位关照 林爷客气 林伯伯 只求日后 您别再为难我们了 鸾队长 你尽管放心 在叶谷与贤医没有消除前 他绝对离不开连城 林爷慢走 那韩县长 我也先走了 好 好 好 不送 赶快把相片给我洗出来 带着去龙燕医院帮我找个人 找谁 一个能揭穿叶谷与谎言的人 多谢林爷的出面担保 叶小姐 不客气 毕竟咱们是一家人 叶小姐 你三天后跟林海成婚 结婚 三天 早晚都是伴 晚伴不如早伴 可谁说要伴了呀 小月 我把咱们的事告诉爹了 他老人家同意了 林爷 即便如此 我厦门还有爹娘 还要征求他们的同意 而且我们还要准备准备 这个你放心 我会安排人的 您安排人 为了你我二哥的大纳县政府 你怎么 老三 不重要 小语说想还还 爹 您就多给一些时间吧 给到什么时候 还到我签字画押 生效为止 您担保 我真的非常感谢 可是 不能用这个来要挟吧 叶小姐 男婚女嫁 你请我愿意 难道 你跟林海不相爱 是林海在骗我 管家 叶小姐 昨天晚上受了惊吓 你送她回房间好好休息 是 叶小姐 请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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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妹 甜妹 大小姐 疼 跪下 好 爹 谁 谁跪啊 当然是你呀 我只能趴着 你们俩都给我跪下 你们两个的小伎俩就以为能把我骗了 郎中已经告诉了我 牛喜怀孕都是假的 早就跟你说过 这招瞒不住爹 你就是不听 什么 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 爹太孙子了吧 爹 爹 我们俩错了 我们俩错了 你们两个都没错 我这儿做爹的 就将错就错 爹 您明察秋毫 林江 这点鬼主意 骗不了您 林海啊 爹 三天后你和叶谷宇成婚 爹 爹 爹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管个屁用 我告诉你 你的婚事还没有解决呢 爹 爹 爹 你 我说甜妹 你不是挺喜欢你叶姐姐的吗 刚才胡说什么 这个新媳妇过两道 婆婆的使唤 小姑子的脸 三哥你瞎说什么呢 不是我 我昨天晚上仔细想了一下 你说万一这叶谷宇真的是共产党 那不是害了二哥吗 这我知道 我有数 我就是担心你心里没数 女人最会骗人最会说谎了 天妹 你也是一个女孩 你怎么把女人说成这样 我 我反正不是叶谷宇那样的女人 我觉得差不多都一样 女人嘛 这个脸说变就变 我不管 反正我就反对你跟她成亲 说得成亲啊 二哥 你不觉得爹挺奇怪吗 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你成亲呢 爹是老江湖了 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 是吧 说得有道理 画牙签字都签了 那还不弄一个儿媳妇回来 对吧 万一娶的这个儿媳妇 真的是共产党 那照样赔本买卖 就算是共产党 进了门就是二少奶奶 她没法和外面联系 不就没事了 什么意思啊 她真的是共产党 就算是 不是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她不像嘛 那不就完了 我说二哥 这天下女人一大堆 你就非她不娶了 你懂个屁呀 咱家有你说话的份吗 啊 我支持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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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告罗内长 这两天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 吩咐下去 最近见了这个女人 给我盯紧点 有任何可疑情况 随时向我汇报 是 先长 这蓝军雅管得也太宽了 陈文的手兵是您管的 他凭什么指手画脚 你懂个屁呀 他管得越多 我得到了就越多 您是说林静逸会在您和他之间 做个平衡 没错 林静逸这只老狐狸啊 跟我还挺像 县长 您今天这招真高 林静逸做了坏人 咱做了好人 还唠召担保书 我也是没办法 县政府现在这个烂摊子 哪一项不需要钱来打理 但是光有这担保书 抓不着叶古语的证据 咱也没用啊 别急 肥肉那么多 我 要一口一口地吃 对了 县长 这是黄巷屋三家的生意清单 放这儿吧 是 这三家 也给我盯死了 一旦发现哪一家 跟我爹的死有关系 我们就叫他家破人物 明白 门没锁 就是给你留的 真的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呀 你不觉得 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嗯 我来就是想和你解释这件事情的 我也是为了保护你 才谎称 你是我的未婚妻 猜到了 可是呢 我爹他当真了 让咱俩三天后成亲 你爹当真 你也当真啊 我一直很当真啊 都是假的 你也当真啊 你都想和你 我真的听了你 跳舞 我就是觉得她育成的 你全都不想和你 你算什么 你选上我 我学习 对了 甜妹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呢 你别管她 她是小孩 她怕你是共产党 害了我 那你呢 我觉得没什么 共产党挺好的 从来不欺负别人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好啊 现在情报传递不出去 我是不是要发展临海成为同志 增加我们身边的力量 破坏敌人对我们的反胃交流 看我身边都这么说 你就这么做出来 还是把他们的选择 还怎样 拿着那么多 碰仙 这叶顾宇 她的事怎么了 一直让你等着等着呢 韩县长 你说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有的时候 等待才是最好的出击 等什么等啊 不是 老队长 你看啊 我有主意 要不我们先扣押一个林家的店铺 这样给他们一些危机感 你觉得怎么样 韩县长还真会在别人危机的时候 捞机会啊 你看 你这话说得就好像我要在 当中谋一些私利似的 我之所以这么说呀 是想提醒你 不要总盯着这个叶谷雨 万一林海也是共产党呢 你要记住啊 绑架那天 绑得可是他们两个人 这你放心 林海肯定不是 你凭什么说他不是 是你的判断呢 还是说你夹杂了一些个人的情感在里面 韩县长 你这是不相信我呀 什么意思 韩县长 我来连城不是为了一个叶谷雨 连城有共挡的交通线 什么情况 你是说连城也是他们的一个窝点 何止是一个窝点 连城是通往赤区的最后一道光卡 你干嘛 那我们可要 站起一点 断起一面 韩县长也爱下棋 还想 你笑什么笑啊 你是心可神够大的 我明白了 鸾队长 是想把这个消息散出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叶谷雨 就藏在他林家 我要么说你韩县长会下棋呢 你想啊 这叶谷雨要不是共挡 说说也无妨 叶谷雨要是一个共挡 咱们就能找到连城共挡的所在点 那我们不就是手术带兔嘛 所以韩县长 不是我不着急 是你太心急了 我太心急了 来 尝尝我的酒 哎呀 这么一来 那是一箭双调啊 好酒 鸾军亚从夏末 一路追杀到连城 敌人肯定是对苏区有大的军事行动 我不能被困在这儿 必须尽快想办法把情报送出去 叶小姐 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们 我想出去透透气 让你缠着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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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甜妹 你来干什么 我想跟你聊聊天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我确实有话要跟你说 但是 这个 你去外面守着吧 是 甜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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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帮忙 对 你知道 我的父母在厦门 结婚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能不和他们二老说呢 然后呢 然后 你帮我逃出你们家 逃跑 好 你不是反对我和你哥成亲吗 那又怎么样 因为我也不想嫁给他 我们凌家人可以说不要你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愿意 明明就是你配不上我 好好好 是我配不上他 行吗 既然 咱俩目标一致 就帮我 逃出你家 行了 我找个借口 调开武师 调开武师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 林江 已经在过来的路上 那也好办呀 我找个理由 把我三哥支开就行 林江武师那么多 就算你把他支开 他也会派别人继续看管我呀 那左也不行 右也不行 你告诉我怎么办 绑了我 你别动 我让你跑 林前妹 别动 你放开我 你放开 我让你跑 你放开我 别动 林前妹 你放开我 放开 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三哥也来得正好 他来找我 你猜怎么着 他要干什么 他要逃 我不想嫁给李海 怎么了 我哥还看不上你呢 你不是也不希望我嫁给他吗 是又怎么样 那你 我怎么了 我怎么不帮你是吧 你别忘了我姓林 这是我们林家的事 你指望着我胳膊肘往外拐呢 算我看错你了 三哥 交给你了 怎么能交给我呢 你继续看着他 我 我盯着他 我现在看见他我就偷疼 带你屋去吧 不是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能把他带到屋呢 他是女的 明天要嫁给二哥 今天晚上我把他带到我房间 这怎么回事 什么嫁不嫁的 这婚事我还没同意呢 我不管 就带你屋去 你别瞎说啊 你想想 他是个女的 我管得太严 二哥知道了怎么办 管得太松 他跑了怎么办 就继续留在你的屋 他们俩就在门口守着 肯定不会出事的 不 三哥 我晚上睡觉 我睁开眼睛看他站在这儿 多瘆人哪 就当三哥求你了 你就帮我盯着一晚上就可以了 你的婚事我去跟爹说 我会说服爹改变主意 怎么样 三哥 你这太难回我了 哎呀 天妹 就等三哥求你了啊 哎 三哥 嗯 咱们隔壁不是有个小柴房吗 不如把它关那儿吧 把它关在小柴房 嗯 行 哥 我回去了 你回来 姐妹 你这招也太狠了吧 你就不怕二哥知道 知道怎么了 知道就把你给 我可是他亲妹妹 能把我怎么整 那是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请去看着点 真是个大麻烦 行吧 我过会儿就去看他 跟我睡了啊 大小姐 大小姐 开门 好 这怎么还绑着呢 没有您的吩咐 我们不敢解开 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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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小姐 这里阴冷潮湿 你把衣服换上 这 你们出去守着 没我的命令不许进来 是 大小姐 你看看这个 这是明天二哥结婚的情单 爹 你说得真的没错 叶贵宇就是想跑 好 天妹把她给抓起来了 他们俩还差一点打起来呢 天妹 你靠开 你说说 这个天妹 一直反对这门魂事 怎么突然变了 天 天妹你就放心好了 她是自家人 哥不知肯定不会往外拐的 你这个妹妹呀 可鬼了 你说田妹 把叶古语关在哪儿了 柴房里面 还安排人盯着 你怎么那么糊涂 柴房里有什么你不知道 我按刀 快给我追去呀 这田妹 把这 холод银子弄了 我 我 帮他 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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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三少爷 三少爷 天妹 谢谢你 你不用嫌我 我这是为了我哥 林海是个好人 我相信 他一定会找到合适他的女人 这事轮不到你分心 走 钟毅令 钟毅令 你赶快出场 走 钟毅令已发 各大堂口的弟兄们 全面搜查大小姐 三少爷 都分不好了 大家听好了 今天晚上我们只能活捉 不可伤不可杀 明白吧 明白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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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干什么的 连我都不认识了 林大小姐 我要出城 这么晚了 林大小姐是有什么急事吗 我有什么急事 需要告诉你吗 要不让我爹 或者我三哥来告诉你 那倒不至于 你到底放不放 林大小姐 不是我伯您的面子 您可以过去 但这位朋友不能放行 你说什么 上面鸾队长交代了 你这位朋友不能放行 鸾队长 在连城我只知道终一堂 哪里来的鸾队长 林大小姐 我们也是当差的 你就别难为我们 要不这样 我打个电话 你稍等一下 让开 你们不能过去 让开 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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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速度过去 让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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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后 让我过去 让我过去 你速度过去 哎呀 啊 啊 啊 seriously 呀 呀 想走 啊 呀 呃 三拽 对不起 三拽 三拽 找死 脑子最讨厌别人用枪指射 哎 三哥 三哥 他 他们也是当差的 饶了他们吧 如果下次再见到你 我废了你 驾 驾 回家 三哥 叫我也没用 这是爹的命 还有 田妹 你也太任性了 还会骗人的啊 如果他跑了 爹的担保怎么办 担保 你以为呢 你害我二哥还不够 你还要害我爹 田妹 你相信我 我没想害任何人 别废话 走 驾 驾 驾 二哥 你这样走 我是怕累累你 连累 这么说你还真是共产党 轻者自轻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怕 所以我才怕 小语 你看着我 我就认真地问你一句 你真的要错 林海 你让我走吧 我 好了 我对你什么样你最清楚 只要你开心就好 让他走 都不许拦着他 二哥 二哥 你让他走 爹的担保怎么办 我来扛 你走吧 二哥 二哥 俊娅姐 妹妹这是要去哪儿啊 俊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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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情我来扛 傻弟弟 有些事 你还真扛不了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走 我刚说完我最讨厌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 你们这些男的就喜欢武刀弄枪的 放下 放下放下放下 一遍 承担 你 自己带走 你 这是要干什么 你 并非 要今天 你还是那样沉默 我们的距离到底搁着什么 心中的故事多想对你说 给你的爱始终承诺 你还是一样执着 家门的轮廓刻在同样角落 那些熟悉的快乐我都记得 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 你要的结果在回头那一刻 已经有了选择 此时之中没放弃过 深爱着 不便的纪念也是一种洒脱 因为有你一切都值得 一样的结果在回头那一刻 已经有了选择 此时之中没放弃过谁的 这错都偷懒对于我又能代表什么 因为有你一切都值得 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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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